美国广东会馆在洛杉矶举办第十四届礼监事就职典礼 蔡杰宜蝉联主席 美中官员君全来祝贺 美国广东会馆 十日晚间在柔斯密市888海征大酒楼 举行第十四届礼监事就职典礼 蔡杰宜蝉联主席 徐雄刚连任监事长 当晚高鹏满座嘉宾云集 刚刚竞选上任的加州参议员吴国庆 洛杉矶中领馆领乔组组组长 谭长安 罗省中华会馆主席梁永泰 世界粤解疗华人社团联合会代表蔡明 南加州中华民族文化中心创会主席蒋丽莎 南加州福建同乡会前任会长许洪碧珠等贵宾均前来祝贺 美国广东会馆合唱团演唱的歌曲 拉开活动的序幕 蔡杰宜表示 第十四届礼监事会将秉持该会的传统 服务社区敦目相邻 办好中山华文学校 热心投身 慈善工业事业 促进中美关系 友好发展 我是蔡杰宜我是美国广东会馆的年任的一个会长 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双清节里面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的爸爸妈妈来加油加油再加油 我们我是代表同时也代表AARP乐林会的告诉大家我们在这个暑假跟中山学校开始了我们的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是什么啊 是我们的长一辈的跟我们的小一辈的一起玩一起好一起学习好吗 中领馆领桥组组长谭长安在致辞中也赞扬广东会馆在服务侨胞促进社区和谐支持两岸和平统一所做出的贡献 徐鸿刚监事长在致辞中也感谢中领馆民选官员兄弟社团对广东会馆各项活动的支持 随后洛杉矶知名歌手唱将影横高歌与会嘉宾边边起舞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国家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